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先把这个球发拐 把这个球发拐 要我记住我说的第一步 那么发拐的诀窍呢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出球的时候不要在这停止 一定要让他过来 怎么过来加身体动作 不要站死在这 不要这样推 你看你稍微转点腰 这动作是不是就过来了 你看我这我手臂不动 我一转腰手臂自然就过来了 所以你怎么样 带点转腰就是你的左胯 稍微让开一点 在刚开始找这种摩擦感觉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身体让开 那么至于等你以后发好 你想有点隐蔽性 你动作转不转 这是根据你自身来调整的 但是你在平时转的时候 你一定要第一个 它是走了一个弧线 对吧 这个弧线它不是由后向前的 不是这个弧线 不是由上向下的 这个弧线是走了一个半圆 就我经常给大家形容的 比如说这个是抬脚 我在发的时候 它不是直线来发 它是怎么样 转过来的 摩擦过来的 来我们冲这个角度 比如说我们在发的时候 你出球的角度 它不是直的 它应该是绕过来的 直横板 它就是摩擦过来 它有一个半圆包住的感觉 所以你的前臂不能直前直后推 不能直上直下推 出球以后 它得绕过来摩擦 就像球台脚一样 到这以后 转过来 转向我 看 球台的另一面 所以它摩擦的角度是这样的 它才能发的拐 千万记住 找左肩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半圆 就是一个这个动作 不是直前直后的 不是直上直下的 它是走了一个半圆的弧线 弧线 球是自然落下的 我们的动作可以怎么样 动作可以围着这个球 进行一个包球 曲动摩擦 这就是勾手 你看这球就非常的拐 你看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 如果你现在发布好 怎么办 如果现在咱们发布好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 不要站在反手位 你站在正手位 因为它这个角度做得非常好 球台的这个角度 你站在正手位的这个角度 摩擦的时候 你刻意的找到球台外侧 在这停止这个动作 你看 停止 停止 找左肩 你看 找左肩 是吧 如果你在这停止了 你看你跟球台的距离 你可以发完之后不要停 你不要再继续发 你看看自己的动作 是在这停的 我还是在这停的 我在这停的 我还是在这停的 是吧 你只有找出了这个曲度摩擦 包球摩擦的感觉 你才能发好勾手 你才能让它拐 你可以站在正手位去找这个摩擦 回勾 摩擦 回勾 曲度摩擦 围绕这个球 找到球的右侧面的感觉 好 第一角度 第二角度 这样去进行摩擦 站在正手位发 如果你发好了 你就可以站在反手位发了 好不好 纸板横板都是这样的 可以找这个感觉 一定是什么 绕着这个球 找到球的右侧面摩擦 手腕回勾 第一步 找左肩 第二步 第三步怎么样 加上一些身体的转动 加上我们前臂的助力 前臂不能推 它得拐弯了 包住球 就是来球之后 我包住球摩擦 包住球摩擦 别让它直前直后 直上直下 就这三点 大家记住了 你就能发拐了 第一个是握拍 握拍握拍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我们在发的时候 找左肩 左肩是为了什么 拍头找左肩 是为了你去找拍面 找到球的右侧面拍面 第三点是什么 我在发的时候 前臂和我的腰 它得去做一个助力 来球以后 助力向前 然后摩擦 包住球 曲度摩擦 球是直上直下的 我要找到球的右侧面 所以我的腰得送出去 我的前臂得 看 包住球摩擦 它应该走的弧线是这样的 而不是这样和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和这样的 包住球摩擦 包住球摩擦 哦 好 好 好